这是一个用纸板和粘土制作的童话小物 首先在纸板上画出一个这样形状的图形 这里用圆规以图形的外边为半径 画出一个圆形 然后再以内边为半径 以刚刚画出的圆形的中心点 画出一个童心圆 接下来再以底部的外边为半径 画出一个大的圆形底座 然后将所有的图形裁剪下来 接下来要按照刚刚裁剪的图形为模板 做出12个相同的异形纸板 这里将裁剪出来的童心圆平均等分12分 然后依次用热熔胶将做好的纸板固定在上面 接下来将大的圆形底座4等分 将另一种形状的纸板固定在上面 再将刚刚做好的小屋房顶固定在底座上 然后再将剩下的8个异形纸板等分固定在主体上 接下来同样在纸板上画出小屋的窗户 并且做出每个窗户的外观造型 然后将做好的窗户固定在小屋的主体上 接下来将裁削好的长方形纸板 包裹在整个小屋的主体框架上 长方形纸板的宽度大概在5公分左右 这样小屋房顶的部分就基本完成了 接下来同样将小屋底部的框架也包裹上 这里要做出一个拱形的房颜 然后将边缘用纸板横向包裹 接下来在房颜下方画出一个拱门 沿着拱门的形状再做出一层包边 这样整个立体的效果就出来了 接下来用纸板做出小屋的烟囱 烟囱上方的顶做出这种圆锥形的形状 同样用纸板包边 这里视频中用纸板做出一些蘑菇的装饰 当然这一步我们可以选用锡纸塑形 这样的话会相对更简单一些 然后将做好的蘑菇固定在小屋的主体上 用这种平温纸做出石头的效果 当然这里也可以选用锡纸塑形 然后再用纸板做出这种植物爬满墙体的效果 这样小屋的整体外形就完成了 接下来开始用黏土塑形 那么在视频中用的是石塑黏土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黏土 建议使用超清黏土 虽然上色效果没有石塑黏土好 但至少不会出现开裂的情况 这里要用黏土将整个小屋都包裹上 然后将门上的细节刻画出这种木头的纹路 同样也包括窗户周边的细节 接下来在房顶上做出一些凸起的部分 这里只是为了接下来的上色做准备 首先将房顶和蘑菇头都涂上红色 视频中同样用的是表系颜料 将边缘涂上过度的橙色 然后将窗户和门的部分也涂上橙色 因为上色的部分时间比较长 我们就只讲一些上色的细节部分 在一些边角的位置要用深一点的颜色 做出阴影的效果 同样在石头台阶的部分 也要用这种白色轻轻的扫上一层 这样整体的光影和立体效果就出来了 在这种烟囱的部分 要用到金属银色的表系颜料 这样才能出来这种金属的质感 那么这样一个精致的蘑菇小屋就完成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敬请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